哈喽大家好,我是Beli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个周二 今天我的任务还挺重的 我有两个视频要剪 都是比较长的那种,然后需要花挺多时间来剪的 所以我准备今天就待在家里待一整天 然后把我的视频剪完 那因为今天要剪视频 所以就可能没有很多时间来准备饭啊 做饭啊,再吃饭这种 所以我就想去买一些很方便的 可以马上热就马上吃的那种方便视频 那新加坡的7-11其实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方便食品 他们都是已经做好的,包装好的,一盒一盒的 然后吃的时候就稍微热一下就可以马上吃了 所以还挺方便的 那我今天就准备一天三餐 全都去买7-11的东西吃 然后也顺便给你们做一个测评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 很值得去试一试的7-11的食物 好,那现在我要赶快出门了 因为我还没有吃早饭,肚子有点饿 来,走 走 大家好,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一整天的口粮 给你们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 首先我挑了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三明治当早饭吃 我选的是这个tuna sandwich 我还挺喜欢吃tuna的 所以买了这个当早饭 这个三明治的价格是3块2 然后午饭呢我准备吃这个 这个是curry chicken 就是咖喱鸡 然后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这边是饭,然后这边是咖喱和鸡肉 两块鸡肉 然后还有一些土豆什么的 准备中午吃这个 那这一盒咖喱鸡饭的价格是3块5新币 比那个三明治才贵了三毛钱 然后晚饭呢我准备吃的是这个 butter chicken biryani 其实跟那个午饭长得有点像 不过这个是biryani 然后是那种长长的这种 然后里面还有这种红色的这种饭 印象中我好像有吃过这个饭 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挺好吃的 所以我准备晚饭吃这个 然后我买了两盒 到时候晚上等天哥回来可以跟他一起吃 它的价格是3块9新币一盒 应该是今天买的所有东西里面最贵的了 然后我还买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 这个东西因为它上面画了一个这个7-11的标志 然后应该就是7-11他们自己出的一个饮料 它应该就是很简单的那种茉莉花茶 是没有加糖的 因为这边写的热量是0kcal 0千卡 所以应该就是那种很纯的那种茶叶的味道 这个茶的价格好像是两块新币 先打开喝一口这个茶试试 我觉得还不错诶 味道其实属于比较淡的那种 新加坡有很多那种不含糖的茶饮料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Aya Taka的饮料 还有一个那种不加糖的乌龙茶 我感觉这个7-11的这个茉莉茶要比那两个味道要稍微淡一点 然后喝起来还挺清爽的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不过就是有点贵 这个好像要两块钱一瓶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 看看它叫什么 好像是一个芝士雪鱼条 对它是cheese snack with codfish 就是芝士雪鱼条 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像芝士条 雪鱼条这种类型的零食 不过我一直有听说这种东西很好吃 然后它这个上面也有一个7-11的标志 应该也是7-11自己出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包来尝一尝 它的价格应该也是两块多左右 也是我觉得不算便宜的零食 那我打开先尝一尝 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很少 也是只有这么几根 最好要好吃了 而且还很软一根 咸咸的 然后有一点点的鱼的味道 还可以 如果你很爱吃芝士的话 我还可以去买这种类型的零食尝一尝 我觉得就是芝士还挺香的 但是有一点点腻 好那现在我赶快来吃我的早饭 早饭就吃这个金枪鱼三明治 我觉得味道还挺不错的 其实就是大部分的金枪鱼三明治会有的那个味道 因为我还挺爱吃金枪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 爱吃金枪鱼的话 买来当早饭吃还是挺合适的 大家好我刚刚把我的午饭热好了 我准备来吃午饭 在中午就是吃的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早上在7-11买的咖喱鸡 这个咖喱很香 里面有就是一对鸡翅 还有一些土豆 味道还算可以 咖喱汁味道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它的米饭有一点太硬了 干干的感觉 试一下这个鸡肉 鸡肉的话不是特别的入味 但是也是可以接受了 还行我觉得 作为一个三块钱的盒饭 我觉得已经很OK了 但他们的所有的盒饭里面有一个缺点 就是完全没有新鲜的蔬菜 没有绿色的那种叶子菜 就感觉不是特别的健康 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装在这种塑料盒子里 如果放新鲜的蔬菜的话 估计几个小时就会不新鲜了 然后吃不了了 所以也是情有可原吧 我觉得吃这个 自己再加一个那种小份的沙拉 就还挺不错的 而且还配合着 在这种好多小时 就像当小厨的那种不要太 diseñ headlines 就像不一样都可以吃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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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来 就像是一样一样的鲜眼 我会想像是一样一样的鲜鱼 就是一样的鲜鱼 都吃什么鲜鱼 哈哈哈哈 終於吃晚飯了 那我們晚上我們倆準備一起吃這個Chicken Brioni 它是叫做Butta Chicken Brioni 哇 不知道有沒有熱透耶 它這個裡面的飯是有那種 彩色的一粒一粒的飯的 飯的分量也太大了 這一大半都是飯 哇這個飯好棒喔看起來 我覺得它這個飯就是單吃耶 還可以耶也是有味道的 這裡面有一塊 兩塊 三塊雞肉還挺多的 然後我覺得飯的分量其實也挺大的 如果都吃完應該能吃飽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們以後要不要多買這個 對 三塊多三塊九 那麼便宜 哇好棒啊 好吃嗎 好吃 你是不是太餓了 有可能 這個比中午的那個咖哩雞要好吃 而且好吃很多耶 這樣也更好吃 這樣也更好吃 它這個裡面的Sauce 是那種很濃很醇厚的那種Butta Chicken 中午吃的那個咖哩會比較水一點 然後這個感覺它這個醬汁就很濃稠 哇好好吃 好吃 好吃 我把這個汁吃得一滴都不剩了 超好吃 我還有一個東西來給你吃 這個就是我早上一起買的那個 鱷魚的那個cheese的那個零食 你嘗一下 不知道你會不會愛吃 好吃嗎 不好吃啊 再吃一個不 不吃啊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耶 哈囉 哈囉 我們已經吃完晚飯了 好吃嗎 好吃啊 我覺得今天我吃到的所有東西裡面 最好吃的就是 晚飯買的這個Butter Chicken Brionni 我覺得是最好吃的 今天吃到的所有的在7-11買的東西 我覺得都還挺好吃的 都不難吃 然後如果在很忙的時候 也都算是比較好的 就是可以簡單快速的吃的一頓飯 不過我覺得這種方便的飯還是不能 就是每天都吃 因為它畢竟還是不健康 而且我們今天吃到的這些東西 其實熱量都還挺高的 雖然很好吃 但是其實沒有很健康 而且裡面也沒有新鮮 還有一間的蔬菜和水果 好 那今天的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贊 然後記得點下面的Subscribe 來訂閱我 這樣以後我每次發新視頻 你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我剛剛還說中午吃的那個很好吃 哇 跟這個簡直不能比耶 很幸幸我回來吃到的是這個 不是中午的 我之前好像吃過這個 幾年前吧 在學校的時候 當時是凌晨半夜 對我也有一次 半夜的時候 在NTU那個7-11吃這個 晚上凌晨 全校唯一一個開門的地方 整個店裡最好吃的就是這東西 不行到7-11買了一個這個吃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